请进 各位面试者 你们好 今天的面试是两轮 综合两轮的分数排名之后 对大家进行录取 录取的同学可以进入一个 为期40天的考核期 考核期通过才意味着 大家可以正式加入遥望 如果准备好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去面试间了 走吧 这个 嗯 完了 我觉得 你小白一样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呀 怎么办 没事吧 请进 你好 面试者到了 大家好 这边露座吧 请坐 请坐 天哪 就到了三十多再四十多再去面试的心情 哎呀 四位面试者好 就欢迎大家来到遥望 我是我们HR的负责人梁佳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考官 然后这位是我们遥望的总裁方少 好 你好 我是遥望阿洛方健 我有这个实力 公司有这个实力 随便拍 你把那个产品拿起来介绍行吗 你别浪费我们上下时间了 这是个铺在一线的总裁 然后这位是我们遥望的首席达人 余大公子 好了 好了 一百一十八 四件套带回家 三二一三万份上车 国货当自强 很好 四三一一 很开心这种呢 余大公子好帅 那我们开始 这个顺序就按照我们做的顺序开始 好不好 第一个面试是很吃亏的 对 就从这位 好痛 然后这个电脑你会操作吗 应该会吧 那你先试一下 等一下 把我的U盘取出来 我的U盘太大了 不是 是不是 它是接不上吗 对 太大了 你看她这个脸 好严肃 可以的 已经脸上了 嗯 大家好 我叫金书淮 然后我是一个温州女孩 Ujuna 然后这是我仅存的一张大学正见照 就可以看出我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然后我是专业是学戏剧影视表演的 就我们学表演的有一句话就是说 大学里演的最多的一个角色 大概就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演的最多的会是什么角色 No No No是什么东西啊 好可爱 小朋友吧 还有吗 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公主 公主 嗯 非常的接近 但是有一套无关系 是 是不是很可爱 你看 大家在微笑 我演的比较多的就是 刚刚那个方总说的小朋友的角色 然后 这个是我们全家第一次的视频 她生活中更好看一点 这个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在自媒体平台出镜的一个视频 然后当时她的播放量是快五百万 然后是我的一个工作经历 我的工作经历的话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大四一年的时候那时候直播很盛行 我主要是做唱歌主播 然后那时候播了一年 赚了人生中第一桶金 不业不久就怀孕了 所以我就选择做了一个母音博主 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额的话可以达到三到五万 刚带货的时候尝试带了一辆婴儿车 北极成交额是到了二十万 当天的播放量就破了百万 在没有投留的情况下 对 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成绩 厉害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我看到就是 你前面是做娱乐主播是吧 是 那你生了这个 因为宝宝以后 然后完的话就转母音主播了 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是空的 不是 我想说的是说 因为你生了孩子 所以就转了母音主播是吗 跟孩子也不是特别有关系 就是两个路 大四做主播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做 但后来是 我在想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你怎么弄啊 那孩子长大以后你要不要再转 再次转型啊 不会啊 对 那你相当于你每一轮你都要从零开始了 还好吧 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有了孩子去做了这个事情 还是你想做这个事情正好有了孩子 我本来就是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怀孕了 所以我是从孕中期开始做 但是这个不是特别冲突 因为大家信任的是我这个人 并不是说我母亲这个身份 方老师好犀利 我知道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如果做单一类目的 你有什么优势呢 单一类目的优势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两年一直是一个人在做 所以我觉得我的优势是我的性价比很高 就我一个人可以当一个团去打 方老师有笑容了 也许我就是每个区域都是七十分 但是比别人零分开始学习要成长得更快一点 好 谢谢 请坐 好 请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丁晓婷 大家也可以叫我晓晓 我今年三十一岁 现在是一枚自媒体博主 那我也准备了一个小短片 方便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我 嗯 早上好 欢迎来到我的一天 每天六点是我起床的时间 这么早 在每天七点前 我都可以享受一段自己的时间 好漂亮 每天给汤圆送去幼儿园 我就会去我的小工作室 享受专注工作的快乐 曾以为当妈就注定了焦虑的开始 甚至妈妈焦虑错失了工作机会 可是人生本就是在得道中失去 你跟这个视频 跟刚才金书涵的视频 一比金书涵的就差太多了 但各有受众群嘛 不辜负身边一点低的拥有 不辜负每时每分 刚刚这个视频呢 是我独自完成脚本拍摄和剪辑的 那像这样一个两到三分钟的视频呢 我平均每周会产出三到四个 现在是有三十多万的粉丝 我也曾经独自完成过几场直播 所以不管是在短视频创作 还是在直播运营上 我都可以一个人完成各个岗位的工作 所以如果入职以后 我就可以一个人身兼数职 为公司节省成本 你看这话就很讨巧 老板喜欢这种 他们都一直在给我们考虑是吧 节省成本 所以说很省钱 其实真正做短视频 有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 其实是 它是两个行业 一个是广告 一个是直播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来到这里就是想要挑战一下直播 当然短视频这部分肯定是不能落下的 短视频也可以给直播引流 然后直播这方面我也是足够有信心的 因为我做了四年的KOL 本身就是和这些产品和这些品牌打交道 所以 我的优势就是我可以快速地抓取产品的卖点 再和我丰富的生活经验相结合 我觉得能植入得比较自然 比较贴近生活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下一位 她有点太紧张了 她给自己很大的包袱 她给自己很大的包袱 各位面试官老师好 我是朱雅琼 她好紧张 有点紧张 因为在这个场地里头 我是最弱的那一个 放松 放松 好 加油 加油 我们来用一段视频 让大家对我建立一个第一的意向 二零四号 中亚球 请转身 卡了 好吗 放弃视频 朱雅琼 你的创作能力相当地特别 分取的结构分配的人 这视频怎么能卡成这样 谢谢 谢谢 也是 不小心变成了 是的 是的 我在2006年参加了超级女生 获得了全国的第十三名 后来创作上受到一定的平静 然后我就慢慢地转上到幕后 跟我的前夫建立了一个公司 前夫 李毅 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音乐剧 但是说实话 一点都不挣钱 而且就是赔钱 这创业远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要重新回到了职场 作为一个大的文化艺术集团 下面公司的一个艺人总监 在我的角度来说 其实她有没有创业经验 是我比较看重的 有创业经验代表她有老板的思维 至少我们俩的格局是一样的 谢谢三位面试官 我刚才看到你就是有做自己的创业项目 那我觉得从这次项目的失败中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可能在创作上我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在运营公司上面我没有 你当时发现了那个问题没有 等我发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时间还蛮晚的了 后来我因为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其实不能说是没有得救 但是又回到了 跟我这个感情有精进的这一部分了 致使于让我就是选择离开那个地方 对 我觉得创业者的话 我觉得 我先不谈感情吧 我觉得创业者还是 在你没有彻底失败之前还是要坚持 有的一线可击的时候 有稻草的时候还是要抓 对 是这样 因为每一次创业的机会非常难得 年纪越大以后 他的勇气会越小 是 不管你是不是加入遥望 然后将来还有创业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走得更深一点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行 其实作为一个带货主播的话 其实带货是面临着各方面的 一些负面评价 一些负面的评论 甚至有的人攻击你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所以我想说你是否真的准备好去接受 更多的负面的评价 其实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很多人会说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作 你唱歌就让人讨厌 怎么怎么 就是很多 不用太在意这些 因为那就是一刹那的事情 后来我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觉得我挺作的 那证明我活的还是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然后我就找好的点来想 就是 对吧 这样多好啊 放什么唱歌 对 我觉得如果你是刚才那个状态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他已经做好状态了 这是典型的四十岁的惶恐和四十岁的沉淀 那他的面试算是峰回路转了 对 对对 就好像有线 你是那是个人? 你